什么是两线制和四线制变送器输出回路? 在这段视频中,我们将仔细了解二线制变送器和四线制变送器,并讨论它们的使用场景和原因。 我们还将探讨布线配置和变送器如何连接到PLC。 变送器是将物理测量信号或普通电信号转换为标准电信号输出,或能够以通讯协议方式输出的设备。 变送器有各种不同的形状和大小,并连接多种类型的传感器。 表示被测变量的变送器输出信号,可以是电压或电流。 变送器模拟输出回路包含变送器、电源和接收装置。 接收装置可以是PLC或DCS。 像任何其他仪器一样,变送器也需要电源才能工作。 变送器和电源之间的实际接线取决于是两线制还是四线制。 前面我们说过,变送器的输出可以是电流或电压。 由于许多原因,电流是目前最常见的变送器输出信号。 原因之一是变送器和PLC之间的导线很长。 这些导线之间可能会存在明显的电压损失。 而不管电流回路中导线长度如何,基本的电气理论告诉我们,电路中的电流都是相同的。 四线制变送器有两条线连接到电源。 两条信号线连接到PLC。 根据供应商和型号,电源可以是交流或直流。 顾名思义,两线制变送器只有两根线,在两线制电流回路中。 变送器,直流电源和PLC串联连连接。 两条导线不仅为变送器供电,还是信号线。 看一下回路图上如何显示典型的二线电流回路。 如图所示,24V电源与插压变送器和PLC模拟输入卡串联。 还是一根电流回路上,三角形容他们的电流回路上。 是什么事? 我们继续设计是从事室室用起来。 你如果继续设计可以。 谢谢。 谢谢。